一条非洲公路三十年没修好,中方三年搞定,西方,擅长摆平当地武装。 亮剑视角。 很长时间以来,外界对非洲的印象都是贫穷和落后,有很多西方国家甚至将非洲作为原始的代名词,他们自然是不愿意和非洲展开合作。 然而我们国家却对非洲十分重视。 我国经常在非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伸出援助之手,近年来在非洲的投资力度更是有增无减。 我们国家在非洲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在非洲的成绩也让美国等国十分意外,尤其是大型基建工程一个接一个的完工更是让此前西方向都不敢想的。 赞助商链接。 非洲已经成了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又一个新兴市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于8月28日在京举行。 会议上介绍了从2003年到2017年这14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在非洲的投资总额上升了将近40倍,2003年时我国的投资金额在7800万美元左右。 去年已经达到了35美元,现在我们国家在非洲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都有投资股份,毫无疑问,我们国家已经成了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双方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合作项目也是越来越多。 赞助商链接。 我们国家给非洲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我们还促进了非洲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 之前,肯尔亚人民认为修建公路是一件非常繁琐。 且很难成功的事情,因为西方国家搞了30多年都未能修成,最终我们只用了三年多时间便完成了肯尔亚总长45公里的8车道高速公路修建项目。 西方认为 中方企业在非洲有一个绝招,就是很善于和当地武装组织大交道,不知道怎么搞得一来二去双方关系融洽,自然也就不会影响中方的施工。 这也曾让很多欧美企业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看到我们在非洲的成功,也纷纷将目标重新对准了非洲这块宝地,加入到与我们市场竞争中。 但他们不知道。 我们国家取得这些成功背后付出的努力,自始至终我们都稳住想要结交真挚友谊的心态去对待非洲,我们力图开发非洲市场的同时也注重对非洲的责任。 我国承现了很多对非洲来说惠国惠民的工程,不像西方国家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这是我们国家在非洲地位稳固的原因。 亮剑视角 很长时间以来,外界对非洲的印象都是贫穷和落后,有很多西方国家甚至将非洲作为原始的代名词。 他们自然是不愿意和非洲展开合作。 然而我们国家却对非洲十分重视。 我国经常在非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伸出援助之手,近年来在非洲的投资力度更是有增无减。 我们国家在非洲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在非洲的成绩也让美国等国十分意外,尤其是大型基建工程一个接一个的完工更是让此前西方想都不敢想的。 非洲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又一个新兴市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于8月28日在京举行。 会议上介绍了从2003年到2017年这14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在非洲的投资总额上升了将近40倍。 2003年时我国的投资金额在7800万美元左右。 去年已经达到了30亿美元,现在我们国家在非洲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都有投资股份,毫无疑问,我们国家已经成了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双方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合作项目也是越来越多。 我们国家给非洲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我们还促进了非洲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 之前肯尼亚人民认为修建公路是一件非常繁琐。 且很难成功的事情,因为西方国家搞了30多年都未能修成,最终我们只用了三年多时间便完成了肯尼亚总长45公里的8车道高速公路修建项目。 西方认为 中方企业在非洲有一个绝招,就是很善于和当地武装组织大交道,不知道怎么搞得一来二去双方关系融洽,自然也就不会影响中方的施工。 这也曾让很多欧美企业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看到我们在非洲的成功,也纷纷将目标重新对准了非洲这块宝地,加入到与我们市场竞争中。 但他们不知道。 我们国家取得这些成功背后付出的努力。 自始至终我们都稳住想要结交真挚友谊的心态去对待非洲。 我们力图开发非洲市场的同时也注重对非洲的责任。 我国承建了很多对非洲来说惠国惠民的工程,不像西方国家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这是我们国家在非洲地位稳固的原因。 赞助商链接。